大家好啊 我这个2015年啊 别口误啊 上回说成了05年 2015年6到8月啊 利用这个做买卖啊 这个业余时间 开了两个月的滴滴快车啊 这个拉了不多吧 200多单吧 这个也一直想跟大家聊聊啊 在这当中呢 也接触了一些 反正挺有意思的人和事吧 这个说一件什么事呢 有一天从这个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附近不是有一些别墅区吗 然后从其中一个别墅区门口 接上了一个女孩子 大概27、8岁 她要去城里边上班 到太阳宫 北三环太阳宫 有一个中海油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大厦 当然中海油在北京也不止一个大厦 在东智门外 胡家园附近也有一个大厦 那个胡家园小学是我的客户啊 这个 我这聊客户完全是为了回忆啊 可不是为了做生意啊 我这已经退休了 16年我就退休了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拉上那小女孩就聊天吧 她也是北京人 我们就在一块的砍砍吧 这女孩已经结婚了 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呢 她住在那个别墅里 那个别墅呢 她跟她父母在一起生活 是她父亲买的 我也没问她父亲是什么背景啊 但是呢 从她的话里边能够听出来啊 能够判断出来 有一些端倪啊 这个女孩呢 在俄罗斯读的大学 她亲口跟我说的啊 她亲自说的 就是个野鸡大学 然后呢 学制 学制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反正她跟我说 有一半的时间 她根本就没去 就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家里边 有一半时间在俄罗斯 然后俄语什么的 她几乎就不会说 野鸡大学呀 是吧 就是前些年 不是有个叫唐俊的 是吧 什么西太平洋大学 就是基本上花钱就给你文凭 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 甚至他们主要的生源 主要的客户吧 主要的客人就是中国人 中国孩子 这女孩也是俄罗斯 好像是圣彼得堡 一个野鸡大学 有一半时间根本就不去 在中国 在家吧 就吃喝玩乐 然后两年或者三年之后 拿到一个文凭 基本上吧 就是花钱买的 就回国了 回国之后 她老爹 通过她老爹的关系 她老爹的人脉 就给安排到中海游 她应该是在行政部门 因为她这种学历 她也没什么专业 严格来说她就是一个打杂的吧 行政部门 这女孩跟我说呀 说这个工资不多 工资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但是年底 年底一次就能分个几十万 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这事大约是在 就是15年吧 我开滴滴那俩月 这女孩跟我说的 反正开滴滴吧 也认识很多人 然后有时候也去别墅区接人 有时候也去村里边送人 什么人都有 也有喝多了的 也有找别人讨债的 也有骂骂咧咧的 各式各样的人 也有白领的 私企的 国企的 北京的 外地的 甚至还有香港人 台湾人 老外 都打我的车 不过 不多 我的经历不长 因为我拿那当玩 就说到这吧 就说这么一小段啊 就是 又想起来过去的生活的一个小浪花 一个小花絮